南投县109年度社区评鉴来到鱼池乡的陆高社区 在社区长辈带来精彩表演外 也有理事长亲自解说社区所推动的各项事务 更让评审委员体验社区平时的烹饪课程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表示 陆高社区所展现出来的邻居力相当强 社区也相当的干净 陆高社区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非常的清幽 这个环境非常的整洁 我们从社区这样的一个巡礼 没有看到垃圾 杂草的部分我们社区民众也都会定期的来做清除 那另外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 太古队在演出的过程虽然说有一点小瑕疵 但是展现的士气 展现的那种气势 真的就是非常的令人震撼 而陆高社区平时除了办理许多课程外 更会办理关怀日 理事长也指出社区居民凝聚力相当的够 做事情都会一起分工合作 评审委员陈彦珍也相当肯定陆高社区的用心 甚至表示陆高社区并不输给欧美国家的社区 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关怀日 社区居民一早 一早我们家增加所在一早就六七点有时候就会来 来干什么 他看有什么事情要做 这是我们陆高社区最合的地方 为什么合 我们这大大小小 大家做事情都一起来 都一起做 陆高社区呢 整个从道路两边的这个社区的异象环境 做的都很有特色 比如说他用樱花雨露 用露的也好 用这个打铁去呈现他的吉祥化 那整个社区进来不输给欧美国家 现议员谢密谋相当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除了办理许多课程外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环境也相当爱护 陆高社区成立不久 但是他们这边平时跟平建的这个时段 都是一样的 在清洁卫生 他们没有组什么特别的清洁一队 环保志工不必 平时他们每天早上运动 看到环境有不清洁的地方 他们主动的 对下去以为他做清洁的工作 平时他们都这个封闭啦 做很多手工艺 包括他们的占股啦 这个大小小都有 所以这个社区啊 值得我们大家来跟他鼓励 跟来跟他们学习 虽然陆高社区成立不久 但社区对于许多事物都相当认真 县民谋议员也期望社区的用心 能够受评审委员的肯定 在社区平静中多得佳击 记者邱平逸于此筛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转的声音